墨海之名啊 连秦烈这么孤陋寡闻的人都听过 在墨海头上被冠上了各种名号 什么气聚宗最有创造力的炼气师 五十年来最强的炼制宗师 下一任气聚宗宗主 那有很多人不熟悉气聚宗的宗主应兴然 但是对墨海却如雷馆儿 墨海啊出身低位 父母只是普通凡人 族内没有一个修炼武道的 据说墨海的父亲是个铁匠 他打脚就跟父亲一起学习打铁 气聚宗三大供奉之一的房琪 在外界寻找灵财 恰恰落脚啊 就在这墨海家族居住那小镇 无意就看到墨海正在打铁 然后他立刻惊为天人 把这墨海就带入气聚宗了 墨海一入气聚宗呢 就展现出恐怖的炼气天赋 不但在炼气方面啊 手段独特 还引起了十二根灵纹柱的变化 从中雾透灵阵图的奇妙 之后的那些年 墨海以惊人速度成长 每每能炼出让世人赞叹的灵气 他炼制出来的灵气啊 每一样都价值连城 每一样都引得众人哄强 那星云阁的 杜海天所使用的蓝叶剑 就是墨海啊 早年间炼出来的灵气 是杜海天浩飞巨子灵石 才从潘绝明手中收购来的 一直被他视为性命啊 每每都会以此炫耀 说他这蓝叶剑 那是墨海墨的宗师 炼制出来的 最近这些年呢 墨海啊 已经很少主动炼气 都是森罗殿的各大店主 七煞谷的七大谷主 还有像暗影楼子 雾海 云霄山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物啊 亲灵气聚宗 带着各种稀缺灵才 以巨额代价请他炼气 但即便这样 墨海都未必会答应 那还得看人家心情 看对方啊 合不合口味 看他本身对炼的灵气 有没有兴趣 可以说 现在的墨海 乃是周边势力所有强者 都巴结的对象 也是最大盘的炼气师了 对这么一个卓越的炼气师啊 秦烈也是心生敬畏 一路上动作都谨慎起来 唐思琪也不住的叮嘱他 墨海长老在炼气上的造诣 心绪比宗主还要杰出 宗主自从一次炼气失败 伤了心魂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炼出让人瞩目的灵气了 但是墨海长老不同 最近十年 从他手中出来的灵气 没有一件低于玄机六品的 秦烈暗暗动容 而墨海长老 现如今已经是玄机七品的炼气师 他最近一直都在冲击地级炼气师 这趟外出啊 也是为了去收集特定的灵才 尝试炼一件灵气 使得其达到地级灵气的级别 唐思琪美艳的脸上啊 也流露出崇拜之作 我才是玄机二品的炼气师 和墨海长老相比 差了五个等级 炼气师 每一品的跨界都极其困难 我不知道要过多少年 才能达到墨海长老的级别 姚太只是繁其四品的炼气师 就连森罗殿的卢大师 也仅仅只是玄机二品 那卢大师乃是森罗殿呢 耗费了心血栽培的炼气师 他可以随意动用森罗殿的灵才 受到森罗殿各方店主的敬重 他在森罗殿地位超然 可他仅仅也只是个 玄机二品的炼气师啊 在器具宗内 内宗弟子唐思琪 就是玄机二品的炼气师 墨海更是玄机七品 一旦墨海更进一步就能跨入 地级炼气师的级别 这地级炼气师什么概念呢 地级灵气啊 那是专门针对如意境和破碎境武者的灵气 一个能炼出地级灵气的炼气师 将会受到如意境和破碎境武者的器重 如意境和破碎境武者 只存在在赤同级的势力当中 整个赤兰大陆就只有两个赤同级势力 也是真正雄阔在这块大陆上的巨无霸 三罗殿七煞谷 暗影楼子物 海云消山 这些黑铁级势力 都只是两大赤同级势力的附庸 这五个黑铁级势力之中 最强者依然只是通幽境后期 没有人能跨入如意境 能跨如意境的强者 早就被两大赤同级势力收入囊中了 真正去了赤同级势力去修炼去了 宗主很早之前就打算退位让贤 让墨海长老成为新的宗主 但是墨海长老至不在此 他早就表明了态度 一旦修炼出地级灵气 就会离开器具宗 出外游历了 勤力恶然 连宗主宝座他都不要 他不想继承宗主之位 所以宗主无奈之下 从找过我谈话 希望我将来能接任 唐思琪点点头 接着说 本来只有我一个人选 但现在多了一个梁绍阳 而梁绍阳是男的 如果他天赋真的不错 他心许比我更合适一点 说这番话的时候 唐思琪眼神复杂 也不知道是庆幸啊 还是担忧 两人边说边走 一会儿就来到燕火山后山 后山风景秀丽 怪事临寻 峭壁如箭 在后山一个飞蟹的瀑布旁 坐落着几间雅致的竹楼 竹楼前有一块块药谱 里边种植着很多灵草灵药 一名相貌寻常 但气质素敬优雅的妇人呢 正在这药谱里边采摘灵药 这妇人呢 瞅着四十来岁的模样 看起来慈眉善目 嘴角擒着大人笑意 她看到唐思琪和秦烈走过来 思琪啊 来找阿海有事啊 唐思琪嘤然一笑 大娘 长老现在有空吗 好 阿海正在帮邵阳讲解练气之道 让我帮他挡着来人 夫人微笑着 指了指几个藤椅 你们先去歇歇脚吧 等一两个时辰就好 唐思琪乖巧点头 带着秦烈在一个药谱旁边的藤椅坐下了 梁邵阳 秦烈的眉头拧了起来 眼神微冷的看着竹楼 心到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唐思琪啊 低声提醒他 别和他起冲突 他现在深得宗主和三大共奉器重 别说你只是外宗弟子 就算你成了那宗弟子和他有了纠葛 倒霉的可能还是你 秦烈冷着脸沉默着 整整两个时辰 这梁邵阳才打竹楼里边走出来 他和那夫人打过招呼后 就朝外边的药谱行来 一眼就看到秦烈和唐思琪 梁邵阳今天穿着一件华贵的练器师长袍 袍子上绣着许多金色花纹 他眼中的傲然比往昔更盛 看到秦烈之后 他脸色一沉 眼神阴寒 等看到秦烈身旁的唐思琪后 则是收敛起傲然 他恭声说道 近过唐师姐 唐思琪只是微微点头算是回礼了 从知道此人匹性 知道他暗算秦烈杀死引好奇啊 唐思琪对他可就没了一丝好感了 看着他唐思琪只会心生厌恶 也是如此啊 点头回礼 已经算是他能够做到的极致了 唐师姐 宗主和莫海长老都说你天赋出众 然我以后要多多向你学习 梁绍阳盯着唐思琪的眼睛 很放肆的说 还请唐师姐 以后不另赐脚 我教不了你什么 唐思琪咒着眉不耐烦的说 有宗主和长老帮你 你根本不需要向别人学习 好了 我有事找大长老 请你让一让 通往竹楼的小道并不宽阔 梁绍养赌在那 不论是秦烈还是唐思琪 想过去那都不容易 除非啊 踩在那些灵草灵药上 那夫人称呼莫海为阿海 明显和莫海那关系匪浅 这点秦烈也心中有数 知道那些灵草灵药 都是这妇人种出来的 自然不会傻到去触她的眉头 唐师姐 我入门叫晚 对内宗的宗门规矩也不太清楚 还请你能教导教导我呀 梁绍阳直勾勾的盯着唐思琪 唐思琪心中声诺 没空 让一让 梁绍阳此时瞥了眼秦烈 帮助一个外宗弟子有空 帮我就没空吗 一个没有什么天赋的外宗弟子 值得唐师姐这么费心 我看唐师姐在她身上 纯粹是浪费时间 不如花点时间在我身上 我定然不会让唐师姐失望 让开 秦烈上前一步 肩膀猛的依靠 撞向了梁绍阳的右侧的身子 梁绍阳不怒反笑 不吃死活 他暗自运转力量 一层层木杖般的灰色灵力波动 从他右边身子滚滚而出 梁绍阳冷喝一声 唤目七冲进 如天幕般的灵力波动 七层交叠 相互推挤增幅之力量 轰然从梁绍阳肩膀上迸发 秦烈不为所动 肩膀上突然凝结成薄薄的冰块 内部骨骼则是雷声轰鸣闪闪电 缜密交汇 一旁的梁思琦惊呼一声 亲兵 别冒失 梁绍阳为开元净后期 九个元府力量充沛 这秦烈只是初期 还硬扛梁绍阳莫非是自寻死路 轰的一声 两人肩膀一撞 一股沉闷的汹涌波动 陡然爆发 灵力余波建设出来 让周边的药谱灵草灵花枝干纷纷碎断 出奇的 梁绍阳竟然猛的后退竖步 直接退回竹楼前方的小广场 秦烈却不动如山 在梁绍阳暴退出去之后 他则是眼神冷峻的穿过小道 站到了竹楼前方的小广场上 唐思琦伸手捂着嘴 艳丽的脸上写满了一色 旁边药谱里的中年妇人也显得很是诧异 他忽然惊奇的看向秦烈 看向他肩膀 暗暗赞了一句好强的体魄 先前的硬撞来得太快太突然 梁绍阳只是匆忙来抵挡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他根本没办法将九个元斧的力量 全部调集出来 秦烈则是有备而来 上前一步之前 体内三个元斧的 寒冰和雷电之力齐动 他千锤百炼的体魄 也要比梁绍阳强悍许多 那肉体的力量根本不需要催动 随叫随到 瞬间就能将爆炸力轰发出来 梁绍阳元斧之力来不及全部施展 也没有在身体淬炼上有过什么过人之处 这硬撞反而吃了大亏了 这时候 他右半边那身子骨骼都感觉像要散了架似的 寒意如腹骨之躯蔓延开来 让他右臂都渐渐僵硬 秦烈回过头来 唐师姐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 唐思琦这才反应过来 脸色有些失态 他熬了一声之后 赶忙穿过了药谱中央小道 慌慌张张的走到了秦烈的身旁 梁绍阳阴沉着脸 他试着活动了一下右胳膊 发现骨骼僵硬 寒意宁而不散 点了点头 他也没多言一句 同唐思琦身边穿过 快速离开这儿 很快就失去了踪迹 他着急去驱除体内寒气去了 你竟然逼退了他 唐思琦眼眸之中闪耀着异彩 嘴角扬起一个优美的弧度 他九个元府都开辟出来了 而你应该仅仅只开辟了三个元府 你怎么让他吃得贵 一旁素雅的妇人淡然笑着 他占了先手的优势 还有就是他的体魄 要远远强过少阳 唐思琦愈发惊异的看着秦烈 沉吟一心 你太貌视了 现在就和梁绍阳起了冲突 他不会这么好说话的 秦烈也没搭话 他看向梁绍阳离去的背影 神色冷却 他知道梁绍阳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先前呢 他施展全部手段 以寒冰之力和天雷吉 一起轰击梁绍阳 为的就是逼迫他大动干戈 没料到梁绍阳只是吃了个小亏 在发现半边身子僵硬之后 居然直接退走了 这让秦烈暗暗警觉 不由高看此人几分 也意识到梁绍阳和魏力杜恒 这种对手可不一样 绝对不是那种没脑子 容易对付的货色了 明明有着等阶上的优势 九个元府都力量充沛 就因为半边身子被寒意渗透 这梁绍阳都没能贸然出手 而是选择隐忍不发 此人绝非是鲁莽之辈 他立即将梁绍阳当成了最强势的对手 看待了 妇人这时在药谱内微笑着说 去吧 阿海就在里边 于是唐思琪带着秦烈走入竹楼 竹楼中 一名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 穿着宽敞的白袍 头发扎成发际 正端坐在竹椅当中 读着一本书 似乎根本没在意秦烈和梁绍阳之间的冲突 见梁思琪走进来 他放下手里的书 抬头平静的说 你有段时间没来了 唐思琪毕恭毕敬的行礼 见过大长老 见过大长老 秦烈也一躬身 暗暗打量着墨海 这墨海啊 脸型瘦长 举手投足之间呢 都是一丝不苟的架势 如研究学问的老学究 给人一种古板迂腐的感觉 墨海皱着眉 是不是最近在练气上遇到平静了呀 他撇向唐思琪的双手 微微点头 最近还算是勤快 倒是没有偷懒 我不止的任务都完成了 唐思琪笑盈盈的说 都完成了 一点也没有偷懒 大长老可以随时检查 墨海这才松开紧皱的眉头 视线终于落到秦烈身上 说吧 你带着这小子找我何事啊 唐思琪嘀呼一声 秦兵 秦烈神情一愣 双手将他炼制的一柄剑 一杆银箱和一个铜锤 递向墨海 这是弟子近期炼制出来的器物 还请大长老过目 墨海也没伸手去接 只是眉眼看了一下 事宜秦烈放下 秦烈一眼把那三件器物放在竹桌上 没有灵阵图的器物 永远算不上是灵器 器物是死的 灵阵图才是活的 是灵阵图赋予了器物灵魂 墨海看向秦烈 你练出来的器物还算不错 勉强达到内宗弟子的程度 但想要成为内宗弟子 这样还不够 秦烈传声说 还请大长老指教 墨海微微点头 重新将桌面上的书籍拿起 随手撕了一张纸下来 把它递给秦烈 这是宁行灵阵图的一小部分 你现在拿去揣摩 我给你三个时辰的时间 三个时辰后 你试着以灵板给我刻画出来 是 秦烈接过那张纸 立即低头宁神去看 没一丝质疑和一句废话 唐思琪目显惊涩 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开口 墨海站起身 静止朝竹楼外走去 思琪啊 跟我来 我到外边考考你的练器进展 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完成了我不止的任务 唐思琪垂着头就跟了出来 大长老 他 他应该不懂得灵阵图的刻画 长老们的教课 也不谈灵阵图这方面 我也没说过任何和灵阵图有关的事 你让他直接刻图 对他来说是不是太困难了 一出门 唐思琪压低声音就说 墨海也没说话 一路走到那夫人身旁 离珠楼有一段距离后 他才停下 思琪呀 你看走眼了 他不但懂灵阵图 而且也会刻图 唐思琪就是一惊了 怎么可能 说完赶紧的抬手一捂嘴 似乎生怕声音打扰了逐楼内的勤列 那夫人淡然一笑 无妨 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唐思琪宁神一看 这才发现呢 不知何时起 在他和墨海夫人周边 环绕着一圈圈淡淡的橘红色红光 如一条条彩虹将它们围了起来 橘红色的红光 有隔绝声音的效果 他一说话就能看到 那红光波动频繁 那华生啊 似乎被挡了下来 他左手食指和中指有剪子 是经常刻画灵阵图 指头千百遍在灵板和器物上摩擦过 才能形成那样的剪子 墨海脸色平淡 你手上没剪子 是因为你每次刻画灵阵图后 都以汽聚宗特制的汁水 涂抹了指头 宗门内的弟子都配有这种汁水 都习惯了在灵阵图刻画后 用那汁水洗手或浸泡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种条件 也不是所有炼气师都这么讲究 大多数炼气师啊 都不会特别着重手指的护理 久而久之 指头上都会有剪子 那都是摩擦器物和灵板自然形成的 那小子呀 至少刻画过近万次灵阵图 不然手指头上的老剪断然不会那么厚 此言一出唐思奇大吃一惊啊 大长老 你是说他 他本来就是一名炼气师 是不是炼气师不清楚 但他肯定懂得灵阵图刻画 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我直接给他宁行灵阵图的一部分来进行考核 这宁行灵阵图一般炼气师不容易接触 他应该也没学习过 炼习课画一种全新的灵阵图 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炼气天赋来 那妇人从旁也说 阿海 这孩子体魄非常强悍 在武道的淬炼上 他绝对下过苦功 墨海一愣 看向妇人眼神温柔 荣儿 你是说他在武道修炼上也花费不少精力 内宗和外宗那些弟子啊 单论体魄坚韧强悍的话 应该无人能强过他 冯荣语气肯定 就连云霄山的旁风 虽然修炼着金石绝 但如果不动用袁府之力 他和这小子贴身缠斗 百分百落败 墨海和唐思琪都猛然一阵 不敢置信地看向冯荣 觉着难以置信呢 金石绝 是非常着重肉体淬炼的灵觉 唐风更是云霄山青年一辈 最出类拔萃的 苦修金石绝多年 身如铁石一般坚硬 岂会不如秦冰啊 墨海也紧皱着眉 你们俩啊 在炼气上都厉害 但在武道的认识上 却要远信于我了 这冯荣也不谦虚 你们也知道 我一直都在血毛内修炼 什么样的西寒灵觉呀 我都见过 自然也应该清楚 我绝不会信口开河呀 唐思琪轻轻点头 我知道大娘的手段 信我就是了 他的体魄很强 这一点我敢肯定 而且他不单单是修炼寒冰之力 这家伙很不简单 如果他在炼气上天赋也非凡的话 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冯荣说着话一条眉毛 他问唐思琪 他来自何处啊 我 我不知道 他没说他的来历 墨海的脸色阴沉下来 梁绍阳心性阴毒 这一点我能看出 宗主也早看明了 宗内印好龙河暴死一事 也和梁绍阳有关 这一点宗主直言不讳的告诉了我 能看出的阴毒还容易掌控一点 还能慢慢的引导 他望向竹楼 深色复杂 但这个看不透来历 身上处处透着蹊跷 连痞性都摸不清的小子 还真有点棘手了 一兄三人全都沉默了 唐思琪望着竹楼方向 美艳的脸上流露出深深忧色 心中也是乱作了一团呢 你到底是何人呢 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你来汽聚宗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呀 一个个疑问浮现上来 他忽然发现秦烈身上出现了团团迷雾 让他越来越看不清楚 不知道秦烈到底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来到汽聚宗 就这样三个时辰之后 秦烈手持着一块玉石灵牌 从竹楼内主动走出 恭敬的来到墨海身旁 把灵板递上 请大长老郭沐 墨海恢复平静 伸手接过那块灵板 放出一缕精神意识 溢入灵板 他身子明显一阵 眼中一缕金光透出 捏着灵板 他深深的看向秦烈 他问道 在此之前 你可曾练习过凝形灵阵图啊 秦烈一摇头 不曾练过 墨海沉默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从明天起 你从外宗搬上来 正是成为内宗弟子 思琪啊 一会儿你和他一起下山 将这事和同计划提一下 就说这是我的意思 唐思琪怀着满肚子疑惑答应下来 秦烈也赶忙道谢 多谢大长老 秦烈唐思琪二人离开之后 冯荣满脸疑惑的问 阿海怎么回事啊 墨海捏着秦烈刻画的凝形灵阵图的御石灵板 眯着眼还在 他还在专心感知 窥视着内部灵线凝结而成的图案 过了好一会儿 墨海才停下 这个叫秦冰的小子 如果以前真不曾学过凝形灵阵图 那他的天赋极其惊人 冯荣暗暗动容 他很清楚 墨海在炼气上有多心高气啊 这么多年来 拜访过墨海的炼气师不知道有多少 但他甚少说过谁天赋惊人 最近的一次 也是他评价唐思琪 说他很有炼气上的天赋 将来啊 能堪重任 就连这次过来的梁绍阳 他也没说呀 这梁绍阳天赋有多么多么厉害 只说呀 还算可以 而梁绍阳可是引发了 凌文柱的奇变 让宗主和三大供奉都惊动的人物 对他墨海的评价都仅仅是可以 你却说秦烈的天赋惊人 这冯荣如何能不惊讶呀 墨海想了好一会儿 我去见下宗主 去和他谈谈这秦兵 冯荣更加惊讶了 他值得你专门跑一趟 你不会明白 墨海也没多解释 扔下这么一句 急匆匆就走了 往焰火山山顶方向行去 不多时 墨海出现在焰火山山巅 这里坐落着修建华美的建筑群 很多十楼房屋 呈奇特的顶型和炉子形状 感觉非常怪异 山巅不少器具宗武者呀 看见墨海上来都点头致意 见过大长老 见过大长老 眼中都是敬畏之色 墨海脸色平静 一路来到山巅宗主大殿 在门口他高声说道 我要进宗主 大长老这边请 一人主动带路 很快墨海来到了一间密室 在那密室中 应兴然脸色苍白 正在大声咳嗽着 不住的朝潭雨里边吐着带血的浓潭 见墨海进来 应兴然赶紧先喝了一口灰褐色的药汁 神色稍稍恢复了一点 他苦笑一声 我身体越来越差了 你真对宗门这么狠心 不去做这个宗主之位吗 十多年前他在一次炼器中过于执着 结果出了岔子 被焰火山的地心之火伤了心肺 又因为灵阵图突然崩溃 导致他还伤了心境 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医治好 他的重伤只有宗门内的三大供奉和墨海知道 平常他都是以闭关修炼来掩饰 每次出来也都是强撑着一口气 他以此来安定军心 让宗门长老和内外弟子都能专注在炼器上 墨海沉声说 还请宗主不要再勉强我了 我早已下定决心 一旦炼出地级灵器 就会和荣儿离开这儿 去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去看看 应兴然大声咳嗽着 阿海啊 我现在这情况恐怕也撑不了太长时间 如今宗门内有唐思琦 现又有了梁少阳 这二人天赋都极佳 未来一定能让宗门兴旺 我别的不求 只希望你在他们成长成才之前呢 好好地教导他们 等他们真正能独当一面 你再离开宗门不迟啊 墨海不达 反而啊 是把秦烈恋斥的玉石灵板朝前一地 宗主 你看看这个灵板 应兴然接过灵板 以灵魂意识异入 在内部灵阵图内仔细看了一会儿 这是凝形灵阵图的一部分 会刻得很清晰 灵线的宽窄粗细 没有一丝偏差 但对灵力的把握不行 应该是没有得到相应法觉 只有知道每一根灵线在刻画中 以多少灵力运转 才能真正将这灵阵图刻画出来 应兴然抬起头 这是梁绍阳刻画的吧 他在你那边待了 这都快两个月了 能这么精准地刻画出这灵阵图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墨海深吸了口气 不是梁绍阳 而是一个叫秦冰的外宗弟子 他也没有跟我学习过哪怕一天 我只是撕了宁形灵阵图的一页纸 让他自己揣摩着来刻画 我只给了他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应兴然突然惊呼一声 对 只有三个时辰 这怎么可能啊 应兴然摇着头 不相信地说 除非他以前学习过宁形灵阵图 不然只三个时辰 绝不可能如此细致的将这宁形灵阵图给绘画出来 我看得清楚 除了在灵线灵力掌控上他没有获得方法 别的方面 那都没有丝毫偏差 疲劳 三个时辰的学习时间绝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啊 这 一般而言呢 学习一种新的灵阵图往往需要数月时间 秦烈当年初学聚灵阵图也用了大半年入门啊 经历了一次次失败 最终才在灵语室离开灵家阵前成功制作出一个聚灵牌了 在器具宗内宗弟子学习一种灵阵图也至少得耗费三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 天赋强悍如唐思琪也需要至少一个半月的时间呢 那才能真正说熟练刻画出一种灵阵图来 莫海能理解应兴然的惊骇 说非亲眼所见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我安排他成为内宗弟子来进一步确认 好看看他以前是不是学习过宁行灵阵图 如果他以前没有学过 真就在三个时辰内达到这个程度 莫海抬起头一双眼睛明亮至极 那他将是我器具宗有史以来最有炼器天赋的人 硬兴然浑身猛然就是一阵呢 却说唐思琪带着秦烈下山 一路上沉着脸一句话都没说 秦烈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他了呀 心里边暗暗疑惑也没去问 两人就这么保持沉默 一直来到焰火山山脚下 唐思琪冷着脸丢卸一句 你收拾一下东西我先见同长老 然后把秦烈一个人扔下了 他呢偏然远去 秦烈很是莫名其妙啊 他自顾自朝着石楼走去 经过广场的时候啊 扭头一看 发现依稀有不少舞者还在广场的凌文柱下边 都半年过去了 还一部分人不死心的 依然觉得自己会是姓女儿 以冤在他的石楼上啊 笑着朝秦烈招着手 秦彪啊 最近你往山上跑得挺勤愧啊 进来聊几句啊 秦烈到了生好就走了过去 哎 我和唐长老沟通过了 也和莲柔说清楚了 以后啊 我不会继续在练妻上浪费时间了 以冤在秦烈走进来之后 如泻下心中重担 很轻松的说 秦烈大然的问了一句 你是准备加入血毛了 以冤瞳孔一缩 惊讶的看着秦烈 哎呀 你知道血毛 好 听说过一点 以冤看着秦烈半赏 他撒人一笑 不错 我准备参加血毛的考考 应该就在近期 血毛招收人员 最低等级的开元经后期 哎 我刚好合格 而且我来气聚 宗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进入血毛 郁众你能通过考核吧 谢谢 我应该没问题 哎 对了 庞峰应该也会参加这次考核 这家伙很厉害 你以后可千万别和他发生冲突啊 好 知道了 能通过血毛考核 以后我的身份地位 就和那宗弟子平级了 那宗弟子练出来的高阶灵气和灵甲 我们都能率先享用 在灵财灵丹灵药上也能肆意挥霍 可以大幅度提升战斗力啊 以冤呢 满脸的兴奋 我一会收拾一下 我也要去山上住了 以冤有些恶人 看着秦烈脸上的笑意 你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秦烈点了点头 我以前体内含力啊 不受控制 现在可以随心运转 能够将寒气隐匿起来 可以不在外表才表现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 以冤明被过来了 看来你对意境的认识 渐渐深刻了啊 糟对了 你说你要上山上 这这什么意思 墨海长老点头答应啊 说我现在已经是内宗弟子了 内宗弟子啊 以冤吃了一惊 旋即笑着捶了秦烈一圈 好小子 你不声不响的竟然爬得比我还快了一步呢 以后这就是你的言动了 唐思琪把秦烈领到以前呢 尹浩的洞府 这洞府在尹浩死了之后 被梁绍阳啊住了一个月 等到宗门那位梁绍阳重新开辟的言动弄好了 梁绍阳搬出去了 这言动又空下来了 秦烈继身内宗 这言动又派上用场 你以后就在这练气吧 再也不需要帮我打下手了 宗门每个月会发一定数额的灵财 供你学习练气 等你真正具备了单独练气的能力 宗门才会分发练气的任务给你 由你来练制各种灵气 然后再运输到各大器具阁去出售 唐思琪板着脸 在洞口开始讲解内宗弟子规矩 和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秦烈认真的听着 等他这番话说完 准备离开严栋的时候 秦烈终于忍不住了 唐思琪 我什么地方招惹你了呀 当沐海长老那边回来 你似乎对我就很不耐烦 我不太清楚 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自从上次他和唐思琪单独谈过话之后 两人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之后的半年 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多 随着他一次次帮助唐思琪打下手练气 两人甚至有了点默契 他也能够呀 感觉到唐思琪对他的欣赏 但现在唐思琪这态度突然又变了 这让他云里雾里 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 唐思琪冷着脸 你想知道 秦烈点了点头 那好 我也很想知道 你明明懂得刻画灵阵图 为什么 从没跟我提过 你本就是一个恋气师 却一声不吭地任由我使唤 任由我安排你坐这坐那 究竟是为了什么 把我蒙在鼓里 把我当傻子一样耍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唐思琪眼中满是愤怒 他冷着脸 想要秦烈给他个说法 秦烈沉默了半天 我的确懂得灵阵图刻画 但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炼气师 在没来气去宗之前 我连熔炉都没用过几次 在炼气上的经验少得可怜 你安排我做的那些事 恰恰是我最渴望学习的 我之所以一声不吭 那是因为我真的很乐意去做 唐思琪明显不信 刻画灵阵图要比炼气难得多 你怎么可能先学灵阵图的刻画呢 秦烈皱着眉 这个我真没办法跟你解释 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是为了学习练气才来的气局格 前期你让我打磨灵财 让我帮你打下手 让我帮忙练一些个零碎之物 那都是我真正需要学习的地方了 一般而言 一名练气师 那都是先学习辨别灵财 打磨灵财 然后慢慢的练一些简单配件 练熟之后 再开始熔练完整的灵气 最后一步才是学习如何刻画灵阵图 以灵阵图赋予灵气灵魂 唐思琪和器具宗所有的弟子长老 那学习练气的时候 都这么一步步过来的 都是晋升为内宗弟子 得到宗门器重之后 方才有资格去研习灵阵图 所以他很难理解秦烈的练气经历 但秦烈认真解释那态度 又不像是说谎 他一时间也迷糊了 你真是先学的灵阵图 秦烈点了点头 那你跟谁学的 秦烈不吭声 唐思琪也知道 这问题可能有点太唐突了 于是他换了个话题 你以前是不是学习过 凝形灵阵图的刻画 这个倒没有 那为什么沐海长老 检验过灵板之后 表情会那么震惊 直接发话让你进入内宗呢 这我也不清楚啊 算了算了 你什么都不肯说继续问也没意思 唐思琪有点无可奈何 他也不想继续啰嗦了 随便吩咐了他几句 颓然的离开了 秦烈把东西收拾好 将这岩洞检查一番 发现这岩洞很宽敞 比先前他山下那十楼可要大好几倍 岩洞内分成好几个十栋 每个十栋都不小啊 用来专门炼气的炼气室最是宽阔 足足比他在山下租用那炼气室大了 能有五倍不值啊 三个大小不等的熔炼 处在炼气室的正中央 一条条沟壑如河一般的交织在熔炼下方 能引导地心之火作为炼气室的火源 秦烈来到三个熔炼中央 伸手摩缩着炼子 眼神渐渐兴奋起来了 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炼气空间 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熔炼 在这儿啊 他可以每个月领取一份灵才 学习灵阵图的刻画 学习熔炼灵气 在这儿呢 他可以不受打扰的专心在炼气上 在灵阵图和各种炼气知识 遇到瓶颈的时候 他也能够请教宗内的长老 而且整个炎洞只有一个师门 只要从内部给他封住 外边人出飞硬闯 不然根本不知道他在里边鼓捣着什么 这是为了防止洞主人炼气的时候 被外人打脚 所以专门设立的 那这也能够让他从容的进出极寒山脉地底 唐子齐离开之后 秦烈先打扫了一下炎洞 直接把那炎洞门从里边就给封上了 这样外边人出飞 境界精湛 不顾气去宗 宗文规矩 轰祸世门 不然绝不可能闯进来 取出寒冰之眼 他激活内部中枢 突然降临到了极寒山脉地底 静坐在冰川之巅 他慢慢的静了下来 一边感悟着寒冰图卷的意境 一边运转原府内的森寒力量 酷寒的冰川天地中 冷冽的寒雾渐汇聚过来 顺着他全身毛孔 一一没入他的原府 在原府内冰寒力量满意之时 他气势陡然一变 浑身骨骼传来爆雷轰鸣 一条条细密电流在全身缠绕 天雷级雷电球 勤列两手掌心相对 突然运转雷霆之力 在声声雷鸣中 数数清幽闪电 在他掌心凝结而出 化为一个清幽光芒璀璨的球体 这电雷球啊 轰飞出去 撞击在前方冰川 那厚厚的冰川屹立不动 这雷电球的爆炸力 没在冰川上留下多大痕迹 对冰川内冰冻了不知多少年的灵兽 更是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寒冰之意 寒冰之力 那就叫寒冰绝吧 总得有个名字呀 秦列心念一动 又突然变化寒冰之力 原府内森寒之力立刻释放 从他浑身毛孔内飞溢出来 天雷急运转时 原府内的雷霆之力 直接从翘雪涌出 寒冰绝施展 寒厉直接从浑身毛孔喷发 这两种灵绝的运转方式 都和正常的不太一样 让秦列不知道该高兴啊 还是应该担忧 就在这极寒之地 在仿佛永恒荒季的地方 他交替运转着天雷级和寒冰绝 让不同的力量反复在体内涌现 数日后啊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深夜 他从器具宗里走出来了 他重返礼目留给他那小宅子 站在院子里 看着漆黑夜幕下刺目的闪电 眼眸中也是电流涌动 雷电龙舌般肆虐着黑夜 过了一会儿 几道闪电破开重重黑暗 突然就劈向院子 劈向院中的他 狂暴猛烈至极的雷霆之力 从他头顶肩膀灌入 瞬间直达他四肢百害 涌入他五脏六腑 如掘堤江水般汹涌地冲向他丹田领海 此时丹田领海内的雷电原斧 内部灵力正处于饱和状态 原斧无法接纳更多的雷电之力 闪电雷霆在他丹田内突然汇聚 在他浑身刺痛之时 他体内灵力变得疯狂起来 和那些雷霆之力交汇在了一块 开辟新原斧 秦烈咧嘴大笑 他早有预感他即将突破到开源境中起 这才悄然离开汽聚宗 孤身一人 在这趁着电闪雷鸣的恶劣天气修炼天雷级 果不其然 当起到雷霆 从天披下 他马上全力运转天雷级 将这股来自于九天云霄的狂暴力量一一收纳 他在院子内坐了下来 继续凝聚雷霆之力 在领海内集结新原斧 气聚宗的一角 梁忠看着一个方向突然说 小姐 那边闪电密集的有些奇怪呀 谢敬玄一袭白衣 正对麾下几个森罗殿的战将吩咐着什么 文言他也好奇的抬起头 盯着那方向的闪电看了一眼 我出去一下 他神情一动 忽然间如青烟飘忽出去 瞬间没了踪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